却不料紫情悠悠低声 本王非因他一辈子 这话一出 司徒浩南顿时一个机灵 急被发凉 禁不住想起了 最毒妇人心二字 果然啊 女人最好不要得罪女人 司徒 你去跟南兆王说 行穿无聊 不如办个情义大赛 让船上的女子报名参加 让她拿点彩头出来 大家吐个开心 子情淡淡道 司徒浩南不解了 韩子情 估计除了轩辕黎哥 就你的秦义最绝 秦义大赛多无聊啊 你想干嘛 我保准会非常有趣 去吧 必须在抵达源头之前举办 否则顾熙和石两他们 怕是走不开了 子情认真道 司徒浩南更是惊叉 这 秦义那玩意儿 跟他们俩还有什么关系 楚飞燕收买了长明大人 控制了我们不少消息 他必定盯着顾熙和石两呢 去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子情催促道 司徒浩南还要问 却听得背后耶律千千追来 也顾不上那么多 急急就走 喂 司徒浩南 牛肿别跑啊 我生气了 我真的生气了 耶律千千真的气呼呼的 可司徒浩南早就一溜烟不见了 喂 我会吃了你吗 娘的 耶律千千大猴忍不住抱了粗口 子情心下无奈 淡淡的道 千千公主 我告诉你 她躲到哪里去了怎么样 耶律千千狐疑了 她前前后后问这个问题 问了不下百遍吧 韩子情都只是一句话回答 不知道 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居然要主动告知 你 你没那么好心吧 耶律千千戒备不已 当然 子情大方承认 千千公主 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交易 说来听听 耶律千千好奇了 子情叫声音压得更低 千千公主 你之前在土王神殿前 当众警告过楚飞燕什么 你可还记得 当然记得 本公主要她回不去西楚 耶律千千印象可深刻了 那可是第一回同人吵架 你跟我保证 你绝对不让她从西京登案 在南朝这段时间 我一定如实告知 司徒浩南的行踪 子情说着 见耶律千千目楼精光 便又道 包括她的喜好 习惯 家庭情况等等 你看如何 子情话一说完 耶律千千立马点头 嗯 成交 她考虑都没有多考虑 立马伸出手指来 来 拉钩 耍赖的是小狗 千千公主 你可考虑清楚了 当初楚飞燕从西京离岸 可是要西楚皇帝 通你父皇借到的 这件事 你现在做得了主吗 子情认真问道 嗯 没问题 我父皇听我的 耶律千千立马保证 这样 可否立个字句给我呢 子情又问 哎呀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早就拆人 跟我父皇报信去了 楚飞燕欺负我 当场凶我 落井下石 本公主当众放出去的话 若是再收回 气不上还没面子 本公主代表吸睛呢 耶律千千说的较真 子情这台点头 伸手同她拉钩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谁反悔 谁是小狗 耶律千千立马就乐了 小手指头拽着 子情的小手指 乐呵呵的道 就这么定了 快说 司徒浩南刚刚躲到哪里去了 子情眼底掠过一抹宠溺 你到南照往上舱外守着 保准能遇到她 耶律千千一听 立马放开子情的手要走 哎 等一下 子情连忙换住 嗯 还有什么消息 耶律千千一脸兴奋 没 千千公主 刚刚谢谢你了 子情淡淡的道 耶律千千一愣 随机认真问 那 我们可以当朋友吗 子情心头一睹 终究还是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说 转身便走 耶律千千看了她许久 突然大吼 哼 当我朋友我会吃了你啊 娘的 司徒浩南虽然评促没个正经 但是司徒家族的身份 加上那一张能把黑的 硬说成白的字嘴 还是非常正经的说服了南照王 于是当日消息便传开了 要在主船上举办秦义大赛 随行所有女子皆可参加 南照王上拿出的彩头并不小 是一批刚刚进贡上来的冰司 传说十来年才能指出一批来 制成了衣裳穿在身上 可不仅仅像王室里的绸缎那样 不会闷热 而且会有冰霜的感觉 若非是非常俨然的日子 穿着都会觉得冷呢 知道这匹冰残丝的人可不少 几乎是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这东西必定是沁妃娘娘所有 却不料南照王竟舍得拿出来当彩头 历日一大早 主船宽阔的甲板上 便摆满了一把名贵的骨针 两侧人山人海 若非船只承载的重量有限 在后头船上远远眺望的人都想过来 这场秦义大赛 参与者可不止南照的贵族小姐们 就连沁妃娘娘都参与了 而四大使臣里 除了西京的耶律千千之外 其他三人都报名参加了 为了保证笔事的公平 就连南照王都没有担任裁判 而是由三大族的组长来担任 笔事早就开始了 空灵的琴声悠扬在毒水河上空 听的人如痴如醉 都忘却了剩下的炎热 旅途的无聊 然而在子晴看来 却如同噪音一般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对琴声的要求如此之高 他不自觉朝轩辕朝夕看去 想起了这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轩辕离歌弹奏的离伤 他只听他弹奏过一小段 却至今无法忘记 他知道那个男人心中有伤 否则绝对弹奏不出那样的曲子来 可是他却不能 也不想去探究 轩辕朝夕至今都没有动静 换句话说 那个家伙 他也来了 却至今都没有动静 他想做什么呢 东秦注定是大周一辈子的敌人 他们之间也注定了是一辈子的敌人 轩辕朝夕说他也来了 他一直都在暗处 他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呢 突然秦英缓缓终止 子晴才缓过神来 今日这一场是淘汰赛 却也十分严格 只有得到三名裁判一同点头 才有机会晋级到决赛 子晴和楚飞燕 轩辕朝夕沁妾妃娘娘三人 因为身份特殊 不需要参加直接便可晋级 子晴今日来是抽签的 笔试的规则 都是由司徒浩南和南赵王定出来的 他只跟司徒浩南交代了 他要最后一个出场 也不知道司徒浩南如何暗箱操作 居然答应了他 一曲曲罢了 别说是子晴 就连轩辕朝夕和楚飞燕 都没有认真在听 他们表现的机会在明日 两人都时不时朝子晴撇来 楚飞燕上一回文选大败后 极不甘心 郑愁没有机会扳回一局 一听说韩子晴报名了 他想都没有多想 也跟着报名 他就会知道 子晴如今勤艺精进到何种地步 他就知道 当初子晴赢他 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 这一回 他绝对不会再给他机会的 而轩辕朝夕 纵使再沉得出气 听了秦义鄙试 怎么也忍不住 这可是他的心头痛啊 自小到大 他不管是好生好气的哀求 还是威胁恐吓 哥哥都不将无争给他 甚至摸都不让他摸一下 却轻而易举的送给了韩子晴 趁着这个机会 他可倒要好好瞧瞧 他会不会真的输给韩子晴 然而 此时子晴最关心的却是 沁妃娘样的秦义 到底如何 参赛者众多 无奈裁判的品位也极高 要得到三个裁判 同时点头通过的人 可是少之又少 也算是海选吧 竟是留下了两个人 是王氏一脉的贵族小姐 樊娜和顺姬 这个结果 除了子晴他们这些外人惊诧 南兆的众人 却都习以为常 三大组长的品位 可不仅仅是高 而且还雕 要对他们的胃口 难以 子晴禁不住暗笑 司徒浩南这一回 还真是找对了裁判 今日的鄙视者中 不乏南兆朝中势力极大的 小姐夫人 可是三大组长 却能够做到公平公正 没有忌惮 明日的鄙视 最需要的 正是这一份公正 要知道 沁妃娘娘也参与了呢 南兆王宣布了 明日决赛的相关事宜后 众人便都散了 子晴见楚飞燕要走 立马就追了上去 冷冷道 楚飞燕 明日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楚飞燕 戛然止步 猛的转头看来 顿时哈哈扬笑 代价 韩子晴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 上一回文玄 你是为什么而赢的 你应该很清楚 轩原离歌厉害执法 可惜这一回的裁判 不是轩原离歌 要同我比音律吗 本王妃不怕你 子晴冷亨 难得见如此自大 楚飞燕挑眉打亮了她一眼 又笑了 音律 本公主六岁开始 就安熟各种音律 你呢 区区一个庶女 本公主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你清醒点吧 是吗 谁输谁赢 咱们明日拭目以待 子晴冷冷说吧 便转身要走 楚飞燕却低声 哦 对了 韩子晴 我说错了呢 你也不一定是庶女 你身上有秘密不是 子晴止步 眼底掠过一抹音质 却还是笑道 所以 你小心点了 说吧 这才大夫离开 子晴也没有再回头 低着头 慢悠悠朝船舱里走去 锤在两侧的手指 轻轻的似腹琴一般 轻轻敲扣着 然而 就在她快到船舱的时候 却瞥见一道紫影 从旁掠过 就引在拐角处 紫 纯紫 梦幻一般的紫 是她 竟然也到船上来了 子晴止步 欲言又止 只快步进舱去 轩辕黎哥并没有走出来 被靠在墙上 扶下一颗咬丸 这才仰头靠在墙上 闭上双眸 哥哥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 突然 轩辕朝夕的声音传来 不是她安分 而是她一直在等 轩辕黎哥没有回答 起身便要走 轩辕朝夕立马一手拦住 你若再不拿主意 休怪我自己出手 轩辕黎哥看都没有多看她一眼 冷冷道 这件事情 母后已经全全交给我 不要你多管 这么说 你是没有出手的打算了 那你来干什么 轩辕朝夕冷笑起来 人家军北越都没有来 你来做什么 怕心上人被南罩的毒虫吃了不成 轩辕黎哥这才抬头看她 单单瞥了一眼而已 那寒澈阴质 却惊得她亲妹妹都不自觉后退 不敢再多言 这件事 我已经禀明母皇 跟你没有一点干系 做好你的本职 别坏我大事 轩辕黎哥冷冷警告 这才离开 船队仍在继续前进 却不再依字排列而行 宽阔的河道 主船被夹在中间 后面两艘船左右并列而行 为的正是让更多人 目睹到今日这一场决赛 此时 三艘大船并列而行 甲板上 船前边可谓是人满为患 热闹无比 赛程很短 看点十足 这样的笔试是最值得一看的 谁都不想错过 这笔试的看点在哪里呢 第一点 当然是沁妃娘娘的琴意 听闻只有皇宫里的人 才听过沁妃娘娘抚琴 有传说异常难听 如同五音不全的人在唱歌 却也有传闻 沁妃娘娘的琴声如天籁 可遇而不可求 第二看点 便是三位使臣的琴意 南兆人对于中原西域 甚至于北迪的音律都不熟悉 更不知道这三位使者的琴意 到底如何 未知的新鲜的 总是最有吸引力的 第三点 才是结果 与其说是结果 不如说是三位评委的判决 司徒浩南想出一个很直观 很直接的评分标准 好看就给笑脸 不好看就给哭脸 此时 三位评委手中可都拿着一面纸扇 正面为笑脸 反面为哭脸 彼师的顺序 是南兆王亲自排序而出的 依次是范娜 顺姬 雪原昭西 楚飞燕 沁妃和子晴 然而 当这个顺序爆出来之后 沁妃娘娘却慵懒开口了 王上 怎么把药王妃排到最后了 这是抓究出来的顺序 怎么 艾妃有其他想法 南兆王宠溺地问道 这个顺序 确实是司徒浩南那日 当着他的面抓究出来的 鄙视的人数不多 先后顺序 对鄙视结果并没有多大影响 谁先谁后 都是小事情而已 沁妃娘娘却眼面娇滴滴地笑了 王上 臣妾报名就是图个乐子 哪里是真要鄙视了 你给的那彩头 还是臣妾给的呢 臣妾却有真正去争执力 这话一出 子情微微惊了 沁妃想怎么调整顺序 可千万别把他往前面挑啊 那样 他的计划可就全落空了 哈哈哈哈 艾妃就是东士啊 难不成 艾妃想辅役去开场 南兆王大喜 王上 你这是寒串臣妾呢 臣妾可不献丑 臣妾要排在最后一个 跟药王妃换个位置 沁妃娘娘说着 朝子情看来 刻意的客气 不知道药王妃可否答应 子情怎么会相信 沁妃娘娘是谦虚 才排在最后一位呢 这分明是在争取 鄙视最有利的位置 排在后面的 往往最能得到好的分数 哪怕是一点点的利益 沁妃都要争啊 三大家族可不会因为 她的身份而互短 这个第一次见面 就对四大使者的相貌 衣着打量个不停的女人 怎么会是大度的女人呢 怎么可能当众 尤其是当着南兆王上的面 输给其他女人呢 摊上老男人的年轻女子 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 是老男人身旁 出现同她一样貌美年轻 而比她出色的女子 不管出现的是谁 她必是千分戒备 万分警惕的 她一方面要恃宠而骄 给其他女人看 另一方面 要样样不逊色他人 给老男人看 这场比试 沁妃既敢参加 就没有做书的准备 她拿出来的彩头 必定是会拿回去的 子晴很乐意换位置 客气道 当然了 沁妃娘娘谦虚了 所谓压轴才是好戏吗 不不不 本宫就是来凑个数 听闻要王妃得 轩原离歌相赠无争 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沁妃娘娘笑道 这话一出 顿是全场哗然一片 轩原离歌的名字 几乎同军北月一样 在龙温大陆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可是天下第一亲事啊 这个消息 对于信息滞后的南兆人来说 无疑是非常的重磅炸药啊 沁妃看着全场的反应 谋中掠过一抹不屑 但仍是笑得大方 是 紫情有幸得轩原公子赏识 紫情大方承认 视线不自觉朝四周看去 却不见那一抹死 当真 太好了 看来今日活得有耳福了呀 沁妃笑着 朝南兆王看去 南兆王谋中 分明掠过了一抹期待 紫情不才 运气好罢了 紫情还是谦虚 哈哈哈哈 妖王妃 本王竟然不知 你还有如此才华 好了 你就别谦虚了 能得轩原公子赠秦 便无需自谦了呀 南兆王大喜道 赶紧开赛 赶紧开赛 本宫都等不及了 信妃热情道 眼底冷意连连 王上突然打算 举办嫌疑大赛 他查下去才知道 是司徒浩南建议的 这必定是韩子晴的主意 这个已经出尽风头的女人 还想要继续在众人面前 继续卖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